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 加拿大的奇幻片《魔狼特警》 影片一开场 整天不求上进 混吃等死的副警长胡子书 一觉醒来之后 开车车去上班 这胡子书不仅好吃懒做 而且还是个酒鬼 见酒没够 一天不喝就浑身难受 胡子书生活的这个小镇 即将迎来每年一度的 大喝大劣结 说白了 就是狩猎完 大家凑在一块儿 胡吃还喝 最近这段时间 镇上不断有小猫小狗 无缘无故的制作 到底怎么回事 谁也搞不清 而小镇镇长的选举 也即将在最近开始 候选人有两位 一位是现任镇长 黄脸坡李淡王 一位是年轻有为的炮屁哥 小镇的警察局 整部影片看下来 也就三个人 除了警长王德白 和副警长胡子书 另外一位是 敬业爱港的冲花 对于胡子书 整天吊儿郎当的工作态度 警长王德白也是很无奈 因为胡子书 属于紫城副业 他爹地以前 就是本镇的警察 多年前在一起 事故弄不幸丧生了 胡子书的好 具有狗盛是个怪咖 一天到晚也不知道 在下刀屋什么 狗盛说 你知道咱镇上的那些 小猫小狗 为什么失踪吗 都是那些倒霉孩子干的 他们把宠物都献给撒旦 这帮孩子 整天在后面的林子里 吓唬闹 真在管管 胡子书说 我整天忙得脚不沾地 哪有那些功夫 转场之后 胡子书来到了镇上的酒吧 酒吧老板 东梅是个性感的女人 两眼寒纯 见人时不笑不说话 胡子书正在跟东梅闲聊 镇上的流氓团伙老大 拴住带着手下来到酒吧 一帮龙套 正在替候选镇长 炮回哥拉选票的时候 被拴住的手下给打跑了 胡子书喝完酒 来到警察局 局长王大白说 那帮小屁孩 又在树林里捣乱了 你现在马上过去看 胡子书开着车 来到树林 当他正瞎悬梦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个人 被倒挂在了树上 还没等他明白怎么回事呢 就被人从后面 一下就走过圈了 第二天的一早 胡子书突然从床上醒来 刚开始他以为 之前的是一场噩梦 可当他聊开背心一看 当时就瞎瞧 他的前胸 被人刻了一个神秘的符号 这个时候 他接到了警长王大白的电话 王大白说出事 你赶快来说这日子 至于昨晚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胡子书基本已经记不清了 不过经历了 昨晚上的事件之后 胡子书不仅突然变得勤劳能干 而且听觉和嗅觉 也变得一场的灵敏 浑身散发了一种神秘的力气 把邻居家的狗都吓屁了 胡子书开车来到树林 发现镇长候选人 炮灰哥被杀了 从伤口的痕迹上来看 似乎不像是人干 对于炮灰哥的死 镇长李丹玛表面上 显得很没痛 但心里是甭提多高兴 今晚是个月圆之夜 胡子书正在酒吧喝酒的时候 突然感到头晕眼花 天旋地转 于是他急忙来到了卫生间 很快胡子书就开始变身了 原来胡子书 吓突然出现 这帮人废话也不多说 目的就是想把胡子书也活捉了 可变成大灰狼的胡子书功力大增了 七里咔嚓就把这几个龙套给杀了 这帮人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酒吧 原来都是东梅宝的心 至于这个东梅为什么这么干 咱待会儿再说 第二天那一早 当胡子书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居然躺在狗圣家的床上 胡子书说这什么情况啊 狗圣说大哥你还不知道吧 你已经变成狼人了 奇葩的是 对于自己变成狼人这点事 胡子书表现得非常的淡定 随后胡子书和春花来到了东梅的酒吧 头天晚上胡子书大开杀戒之后啊 卫生间的烂摊子一直没人收拾 为了搞清最近发生的一系列诡异事件 胡子书来到了图书馆查资料 原来东梅内那个酒吧呀 以前是春花的爹地 在多年前的一次事故中 春花的爹地被野兽咬死 死状和镇长候选人泡一哥 几乎是一模一样 春花的爹地死了没多久 胡子书的爹地也意外生亡了 胡子书查了半天也没个头绪 最后从图书馆带回了一本关于神秘学的书 书中详细描述了关于狼人的情况 说狼人是在血的洗礼下诞生的 牺牲一个无辜的人 就会将另一个人变成狼人 而且在满月的时候 狼人是很难被杀死的 书中还介绍到 狼人在日食的时候身体是最虚弱的 另一个物种会变形的蜥蜴人 会在这个时候趁机放狼人的血 因为狼人的血会让变形人的生命和魔法 厌生几十年 到了晚上 为了防止自己变身之后伤害到无辜的人 也为了搞清楚自己到底是怎么变身的 胡子书让狗胜把自己关在了笼子里 并且打开了摄像机 十点左右 胡子书还是变身的 变身之后的胡子书又黑又丑 就像一头赖皮狗 胡子书正跟狗胜玩牌的时候 突然得知小镇上的超市正在遭遇抢劫 作为一名警察 这种事平时胡子书能不去就不去 但变成狼人之后 这哥们的正义感暴防 带着狗胜就来到了晚上 带徒们哪见过这个玩意儿 当时就会下云菜 随后胡子书带着狗胜前往 黑帮老大拴住的一个窝底 这拴住啊 不仅偷鸡摸狗坑摸怪骗 而且还是一个大毒贩 凡是你能想到的坏事 他都愿意干 黑帮成员正在开party的时候 胡子书直接就冲了进来 紧接着就是一场鸡飞狗跳的混战 此时的胡子书已经刀枪不入了 时间不大 就把拴住这个制贩毒的窝点给捣毁了 接下来胡子书和东梅开始打情骂俏 完事之后 东梅在胡子书的咖啡里下了蒙汗药 原来这个东梅啊就是个变形人 他不仅能变成风情万种的少妇 还能变成人老珠黄的镇长李大马 哎呀 这真是七天路上一堂僧 不幸撞进了白武京 不仅如此 胡子书的好哥们狗胜 警察局的警长王的白 还有黑帮老大拴住全是变形人 尤其是那个王的白 他的身份不仅是警察局长 而且还是黑帮老大 这帮妖怪已经统治这个小镇两百多年 而他们每隔三十多年 就要吸十一死狼人的血 以延续他们将有消失的生命和魔法 李大马和狗胜拉着 仍在昏迷的胡子书离开之后 春花偷偷地潜入了狗胜的家 并且在监控的录像中发现了东梅 也就是李大马的秘密 当胡子书醒来的时候 发现已经被王的白等人绑在了树上 胡子书之所以能变成狼人 其实就是这些变形人一手安排 目的就是等日食到来之后 喝胡子书的血 随着日食的出现 胡子书再一次变成了狼人 狗胜上去就是一道 开始给胡子书放弃 这个时候春花即时赶到了 并且一枪就让狗胜交了翻票 趁着这个机会 胡子书也挣脱了锁链 然后虚晃一招仨子就聊 紧接着是春花和东梅的一场仇博战 两百多年的老妖精 确实有一定的道法 两人边打边聊 原来在32年前 东梅的爹地跟现在的胡子书 是一模一样的遭遇 影片的最后 胡子书和春花双剑合璧 七雷咔嚓把这帮大坏蛋全给杀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惊吧 变情人也挺脑残 做事一点不周全 本想生命得延续 最后一起全玩完